这是车队 堵车的车队的绵延的情况 小轿车 大巴士 一堆车全停在新疆公路上 官方要求车主不能进 不能退 乖乖待在原地 一等就超过七小时 既没有拿到说法 也没有得到一瓶水 一块面包 然后我们的手机的电量也快耗尽了 又饿又累 卡在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公路 是因为新疆在三号大陆黄金州出游尖峰时期 新增两例本土无症状确诊个案 避免病毒扩散 官方针对交通紧急采取封闭式管理 还大规模取消航班和火车班次 黄金州前北京当局就说过 一旦假期中爆发疫情 该地就会采取熔断机制 已几乎切断所有对外交通防疫 目前新疆不止大批旅客滞留 还有到当地出差的人也被通知饭店被征用给隔离者使用 只能连夜找新的住宿 新疆一直是大陆最热门的旅游地点之一 十一长假开始后就有大量的游客跑去玩 谁想得到新冠病毒说来就来 不能玩就算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根据陆媒报道 新疆滞留旅客超过上千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